运抵薛利亚的俄制S-300防空导弹系统,当地时间周一凌晨,薛利亚弹马什格附近,再次传出爆炸声。 以色列军方此次毫不讳言,对薛利亚尽为目标进行了空袭,而薛利亚方面,则宣称,击落大部分来袭导弹。 分析指出,这可能是俄罗斯向薛利亚方面交付S-300后,以帮对薛利亚拔动的最大规模空袭。 那么,是以双方,谁是这次行动的训练者?S-300,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? 俄罗斯今日经济王21日报道称,俄罗斯军事专家称,薛利亚防空系统击退以色列攻击,是由于俄罗斯帮助该国建立了完善的T-4Page防空系统。 俄罗斯空军先副司令比热服称,以色列此次攻击,是在俄罗斯利亚提供S-300防空系统后,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的一种试探。 采取打击行动的以色列战机,在叙利亚防空火力混伤区域之外,对叙利亚防空系统区域发射净之导导弹。 当叙利亚防空系统进行拦截时,西方飞机上的无线电电子系统,对其数据进行记录。 因此,这是以色列进行的一次侦察性攻击,以便找出叙利亚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。 一位无约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,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,从个方报道来看,这次空袭很可能是在俄罗斯先叙利亚交付S-300后,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采取的规模最大的空袭行动。 以色列方面,很可能采取了预防区外导弹打击为主的战术,而且主要目标选择为伊朗部队的军事设施。 以色列军机总体上距离叙利亚较远,战机可能没有大规模热镜打击。 这种打击的优势,在于,不必让预防战机处于危险之中,同时减少保障飞机,降低了行动组织商的复杂性。 该专家表示,如果以色列战机为大规模热镜行动,那么其对叙利亚方面的电子干扰,可能会比较有限。 在这种情况下,叙利亚方面的防空系统,仍然可以进行有效拦截,击落部分来袭导弹。 专家表示,从交付时间来判断,叙利亚的S-300防空导弹系统,目前很可能由俄罗斯军方操纵和保障,叙利亚相关人员仍处于陪训状态。 同时,以色列方面由于基带俄军方,很可能并未针对这些防空系统。 俄国家新闻社21日报道称,俄防空部队博物馆馆长,退役少校克诺托夫表示, 这一空行行动表明,叙利亚防空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,现在主要问题是叙利亚未能击落发射巡航导弹和制造炸弹的载距,这样以色列的F-16战机,将继续执行类似行动。 俄军装备的S-300防空导弹系统投入作战行动后,俄军利用该系统将可能击落在地中海和黎巴嫩上空的乙军F-16战机。 对于以色列宣称损毁续开甲防空系统,专家称,这一防空系统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,参与作战行动,因此未来有弊。